小时的时间 那刚刚我想也听到我们陈进院 做一个充分的表达 我想那个我们整个其实相当的理性 而且也都能够大概把自己的一些想法都表达出来 其实有一个是我们自己的利益 也有公共利益的部分 大概都做了一些表达 那首先大概要先谢谢这个捷运局 大概在这一次有根据我们上面两次的专案会议的一个要求 那做出一个对应的方案 那也提出了一些想法 那这里面有一些部分是我们都会可以决定 但是其实有很多的部分 其实是不是都会的权责 不是都会的权责 我想这一部分应该也会带回去给 我想包括相关的单位 包括杜发局 甚至我们市府 我们市府来做一个神圣的思考 特别是刚刚提到 就是像这个荣基的奖励这些项目 甚至是上线 然后它的内容等等 那这一部分就是我们是不是就请这个捷运局 延提一些开发权益分配 那这样子一个概算之后 那到当地我们办一个座谈会沟通来协调 那再提我们这专业小组来做审查 那刚刚其实我在看这个问题 因为我想在座几位委员 大概都比较长久的参与 那对这个案子来讲 我过去没有到市府之前 以学者专家身份 大概去参加过几次的公厅会 然后大概就到现在 那我想 我的这个聪明才智 大概也没有办法说 比我们前面的这些前辈要来得更好 不过我大概看到了一些问题 我大概做一些总结 试着做一些总结 我想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 我想大家可以同意的 就是我们捷运局提的 这个所谓必要的最小限度 我们先来谈 先来谈 先把它整理出来 那另外呢就是 其他的就是跟整个都市的更新 有关系的这一部分 我想我们相关的方案 不要造成新的问题 这边刚刚讲到 不要占新的问题 譬如说 会造成这种 我们剩余的这些基地 它不能独更的 那这样类似的一些问题呢 我们要能够先把它考虑到 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有些事情可以先做 那它不会影响到后面 那像有一些 我们现在有争议的 我们看看 有没有办法去开启一个 沟通的平台 那这部分 其实将来也可以 陆陆续续再来进行 比如刚刚提到 松台公寓这件事情 那它其实还是可以 寻其他的一些这个 比如说都更的程序 或其他的一个程序 我们可以把这个沟通的平台 建立起来 那我们去找答案 不要因为就是说 我们有一些争议呢 然后把所有的事情 全部都都把它hold住了 就是你通通没有办法去有进展 我想这对大家都不是一个好的事情 所以这部分 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 刚刚讲的 就是说我们用必要最小限 这样子一个概念 就是我今天要做这个捷运的开发 捷运要施工了 那我大概有哪一些东西 我可以就先确定下来的 那我们这边大概简单看起来 大概有三块基地 结一结二结三 其实它有一些是比较有弹性的 有一些是可能现在看起来 争议还很多的 那我们个别去做一个 做一个这种检视 做一个检视 那比如说有哪一些呢 我们今天就可以马上做 我想这不必一定要同步 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个 那个现在R4的北侧这一块 我们先圈了510 那其实旁边还有一大块 我们有预期想要去做 那这一部分呢 我们可以就是后续 陆陆续续去开始做一些沟通 类似这样子一个想法 那甚至我们南侧的这一块 甚至我们R3南侧的这一块 我想我们可以把它拆分 然后来各个击破 它应该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就是完全就是不能切割的问题 那做这样子一个思考 那另外就是穿越这一块 我想那个 我们陈建人大概也有提了一些想法 我想这一部分应该是对 整个这个计算的方式不了解 这一部分 我想那个也请接运局这边 能够在座沟通 把它说得更清楚 那我想刚刚几位这个 几位这个委员啊 大概都有提出了一些想法跟建议 那这一部分呢 我想那个就按照我们刚刚提的 我们一些整个这个建议跟意见 那请这个捷运局呢 做后续的一些处理 那甚至有一些 我们请那个杜巴局 请杜巴局这边 也带回去做一个思考 看看我们有什么样一个办法 能够让整个这个环境 因为我们捷运的新建 可以真正脱胎换骨 可以变得更好 我想那个 这样子的一个审查的结论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进步的意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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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因为台北市的这个建设 已经累积到这种成就 那咱们未来 我们应该会有更好的 可是我们过去有很多的法令 我们真的是有需要 有一部分要 有什么要 要适当的那个检讨 比如说那个容金利 我们过去都是 因为台北市的十四种金利 民国七十几 是我负责推动 我是 我是这个老兵 可以讲到过去的案 配合每一期的细部计划 去做的 那我们有时候过去呢 是要不然就不执行 要不然就能被绑住 能被绑住 能被绑住 那像这种情形呢 公共建设一定要带动 等于说 附教的周边的环境的提升 这才是我们最后的目的 我们都委会 你像那个伦敦 他的那个都会 他就把交通跟福利使用 就用这个功能去接待 因为这两种互动会有关系 不是说你交通是不会叫福利使用 他是有互相互动 那刚刚张委员也讲过了 现在我们政府从1990年代以后 就非常强调所谓TOD 那你现在有一个捷印的建设了 你这个地方 那个容积力都不变动 还是这样 那就不对的了 你宁可把周边 其他跟你的地方保留一个空地 不要建 但这个地方提高一点解决问题 不仅解决环境问题 也是节能检案 但是这个呢 我们要法令 要有适当的突破了 现在我们不想是说 因为这个问题解决 再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就可能太难 就是有通牌 不是我们都无法理 现在都在通牌检讨 就是说这个交通导向的 这个土地使用的变更正常 那我想这个容积力 土地使用的变更 那因为我们现在捷印 可以讲说 就是我们为了都市或者台北市 就是在结构的一个时机 如果我们这个关系没有突破的话 一次但每个事都不同 比如说我参加过我们台湾的过去的高铁 那高铁每一个战场都要做一个特定区计划 为什么因为它配了高铁的特定区 我们就做特定区计划 那我们这个地方是不是要有一个 我们现在只是交通用地 那个层次真的很低 我们也应该要专用区 这周边的环境 要有十当的这个结构性的改变 这样才能达到 所以我是这样的一个期待 所以像这种话 也可以有基本上弹性的 只要我们法令有利器的话 一方面就说 刚刚张伟员讲说 容积力的银行 那我是真的更建议说 你私人也可以买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碰到这个瓶颈 那我七楼的这个公寓等等 我可不可以付出一点钱 那这个容积力就可以解决了 这样没有独立 个人和私人的问题 不要矮板 那你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解决这个公共建设 大家都一起环境改造 公司都得利 不然的话这么重大的一个公共工程 一百多亿建 结果还是原来的这个老环境 真的是很可惜啊 不过这样做的话 一定要有很大的这个获利 跟这个认知 那这个就在一个行政的主导者要有 刚刚我们这个有一个朋友讲 因为现在的这么过 真的太可怜了 这个三两年就要换 他没有勇气感 因为他怕做一点点不行 一会缓印 那马上就就要背 背个很大的这个交易 所以大家都不敢去做 这个是我们台湾现在 因为这个民主 我们台湾这个民主 说民主也民主 但实际上也不是很健全的一个民主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觉得啰嗦 在讲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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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委员 那我们结局在这边再想请教 有关于 今天